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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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開一開 所以我才會說 我都會先跟對方說 我會忍 我好能忍 可是你不要讓我爆炸 爆炸 我說走就走了 是啊 好 所以你看他這個巨門 對攻就是有個天空在對攻 牽移可以看到沒有 有 對 不過我覺得剛剛篤霖那個解釋 三台解釋得很好 是嗎 我也覺得 你很適合當巨門 他真的是巨門加三台電影 人家三台八座 三台是指以前的那個轎子 就是八人台的 三個人台的 所以你說三台電視機 厲害 但是巨門跟天空 之所以人生的坎比較多 其實巨門稱為暗星 是非比較多 是非會多的最重要的原因 往往是因為巨門 是財傲物 結果容易看錯人 人錯了 是非就多 你想想人對了 這愛都來不及對不對 對 可是人一錯 哇 扯不完的事情 是 可是這些東西 都是我們人生經驗可以累積的 你不能說重複犯同樣的錯 那就麻煩了 可是這些款一旦碰到了 巨門剛剛講很能忍 可是一爆發之後那個爆發 有時候我們就說不要那麼能忍 該爆發就爆發 比較健康 對 沒錯 小鬧小氣反而沒事 大鬧的時候問題就多了 對不對 對 所以這一點也是巨門 為什麼稱為暗星的原因 暗傷 傷在自己內心 對 等到你真正爆出來的時候 人家又搞不清楚了 因為你情緒一爆發 你自己也很難控制 所以這個坎 各位觀眾一定要去注意了 再來 巨門的人 平常發發小脾氣 是健康的 不要一直人 沒錯 再來 是 七煞加上了情陽 你看這兩顆心的感覺都很兇 可是其實七煞情陽的 真正意義來講就是 他覺得人生如果沒有挑戰 不就無聊死了嗎 你想 比如說唐三仗 他為什麼要去西天取經 九九八十一節 那個坎多不多 又是火焰山 又是女兒國 又是白骨精 他不要出門不就好了嗎 可是七煞情陽這種 為什麼稱為將星 大將你不出去打仗 你怎麼有機會呢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有的人喜歡在家裡 喜歡宅 有的人會覺得 我出門在外才是對的 所以這其實就是兩種 完全不同人的思維 所以連出家人也有分 宅男型的跟那個 他喜歡外面突破型的 對啊 我們宅男就脫波 今天吃飽就好 沒錯 他喜歡出去外面 去西天取經 所以你說 我們講 紫薇斗樹古書裡面 有兩句話講得很有道理 他說七煞破君移出外 積月同梁做立人 他說的就是七煞破君 這種特質的人 喜歡往外跑 也比較外向 可是積月同梁 天積 太陰 天童 天良 像這些就是屬於宅男型的 就是公務員型的 為什麼做立人 就是公務員型的 他會覺得說我知足 然後安穩就比較重要 所以像剛剛尾萱講的 你看你跟你前夫 是不是就一個是七煞破君 移出外 所以七煞破君是我 你看你 第一個就是你 真的喔 破君 他的命功是天象 對功一定有破君 喔 這裡 對 然後你的火星 也在你的命功 有沒有 火星 對 破君加上火星 所以你就是屬於七煞破君 移出外的這種型 你看你做空襲 還飛來飛去 對不對 在家裡你覺得悶 可是你前夫就是屬於那種 我一出門 我在家裡好舒服喔 好宅喔 真的 像我這種太陰 我以前也是個 內向的工程師 一樣 現在偷偷說很不幸的 找到一個殺破狼的女生 把我逼出來 逼到當董事長為止 可是那也要 我願意被逼嘛 對 所以這就牽涉到兩個人 其實是互客的 對 這就我們剛剛講 你看這個破君火星 不甘平凡 脾氣又大 對 是不是 所以你前夫 可能會覺得說 好不好 再見就再見吧 我也受不了了 但是他可能也不敢講 因為講了他可能更麻煩 對 所以人跟人之間 剛剛你已經講了 真的沒有對不對 只有合不合 沒錯 是 但是只要我們願意去修正 改變心態 都有機會可以變好 但是問題是這樣就不快樂了 對啊 很多人寧可做自己嘛 是 自己比較快樂嘛 對吧 所以你看這三個人生的坎 我們兩位美女 你看這麼美 可是她的坎就是比別人多 可是這也就是因為 不甘平凡嘛 對不對